Hello,我是芒果TV爸爸當家的爸爸Ben 我是媽媽李燦 我是豆豆 我是娘娘 我們是火山家族 最難忘的應該是 我第一次見到他 就是我和李燦去了一個火鍋店 然後李燦一站起來去上廁所 她媽就很嚴肅地看著我說 你是對我的女兒有什麼安排 然後我就被一點嚇到了 但是後來我發現了 那個應該是我認識李燦的媽 是她對我最嚴肅的意思 就是第一次看到她 我覺得我的第一位 有時候是第四位 有時候是第二位 我覺得因為 就有時候孩子的需求比我的重要 我們有了孩子之後 然後基本上所有我們家裡的東西是 事情都是李燦管的 所以我就聽她的建議 聽她的建議 什麼情況是第二位 比如說我們出去什麼旅遊 或者我們在準備做任何什麼家裡面的事情 就是李燦跟我說應該也要做什麼 然後我父子去管孩子做 或者我父子幫助她去管孩子做 第四位就是 嗯 孩子餓了 然後我就在廚房裡面 做飯給所有的人吃 需要我提供什麼給全家的服務 我就要來做 然後那樣的話我就成為了第四位 我覺得是對孩子嚴肅不嚴肅 就她對孩子的教育方法是那種娛樂式的 就比較鬆散 在我看來我們是比較嚴厲的那一種 我一直覺得可能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 把兩個地方的最好的技術就混合一點 結合起來 嗯 最最大的變化是我看清楚了 呃 李燦有多麼累 我也理解了為什麼 他每一次如果要出去幾個小時 不停的在打電話問我孩子怎麼樣 或者在在查看我們家裡的情況 就是因為他有一點焦慮 現在呢我就看出來問題在哪裡 自動的可以去處理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變化 我可能比大部分其他家庭裡面的難得還會忍耐事情 就是因為我經常就是養孩子是這樣的吧 養孩子的時候有很多事情是很複雜 你搞不清楚 然後我呢我來了另外一個國家 經常在我身邊發生的事情是我完全不知道人家在說什麼 因為文化上的一個什麼細節我沒有懂啊 所以我只有忍耐等到其他的人理解我沒懂 呃 然後他們給我解釋 所以我看著孩子在做事情 我不清楚他們在他們在做什麼 或者他們的思維是怎麼樣的 我就可以忍耐等待他們他們表現清楚 才可以去去理解怎麼解決那個問題 你也是跟別人比時代 你也是我我我忍耐事情可能忍耐太多了 就比如說呃張小春 不是會的我 convenient 忍耐到底 volte 我打算說你們 但是妳可以 funding 喝了很多錢 那時候讓我找到你 我可以幫大家 說不能討論 為什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的一个事情跟别人的家庭不太一样的事情就是 两个地方的文化、教育、精华的东西 好的东西我们都融合进来了 可能这个会做的比较多一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